澳洲雪梨的南天寺日前是捐出了大批的民生物资 给当地非盈利组织 希望可以陪伴社区弱势 一起度过疫情下的生活困境 打开铁诊门 满满物资映入眼帘 南天寺佛光人集体创作 把包括一公吨大米 冰糖 还有毛毯等物资搬上车 准备送到当地非盈利组织 即使是袋子 或是食物 这一点的帥气是很长的 谢谢你 组织负责人亲自感谢佛光人温暖伸出援手 而远在台湾的星云大师 也持续关心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 星云大师 南天寺的开山大师 也在关心大家 他也说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所以如果您在生活上有需要我们的协助 请您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大家 佛光山澳流总主持承诺要尽全力帮忙 碰上疫情不少人生活陷入困境 南天寺捐出爱心物资给当地非盈利组织 要陪伴入世度过难关 任务卫是澳洲雪梨 总和报导 感谢观看